厅长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姜糖 做姜糖是怎么制作的啊 闻起来好香啊 这个材料 先讲材料 要放地瓜 要放姜 要放麦芽 要放黑糖 还有我们里面是这个是红枣 我们是做养生姜糖 有红枣 有黑糖 然后无毒的 这是在地的姜 也就是说零碳里程的 就是我们在地的姜 然后一斤姜 一斤地瓜 地瓜也是在地的 一比一 所以我的红枣 不是苗栗的 是贵州的 因为刚好有红枣 我多吃给你看到 也可以加贵的 然后加桂盐比较 比较温 对味 桂盐配姜比较对味 但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桂盐 所以我加了红枣 那这个怎么做呢 先把地瓜洗干净 姜也洗干净 晾干 地瓜拿到电锅里面去蒸 然后姜呢 要把它打碎 搅碎 地瓜蒸好之后 也在锅子里面搅碎 就像地瓜馅这样 把它炒到糖 它会有释放大的糖味出来 那个焦糖罐 然后我们就要放麦芽 冬天的麦芽都结成一罐 所以我们刚刚做到很辛苦 麦芽糖吗 麦芽 结果这个麦芽还在罐子里挖不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其他就靠你耐心的慢慢的提示 不要烧焦 就这样 然后炒了一两个中火之后呢 我们要放在盘子里面 下面某一点油 让它定型 稍微冷了 我们就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中间 拿来吃 可以驱寒 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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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如果说 这个OK的话 还可以耗水 这个我们研发出来的 下次呢 就当着我们的市区产业 来行销 农坛呢 除了我们的花生糖之外 第二名产 就是我们的姜糖 哈哈哈 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事在人为 希望等一下不要失败 一定成功的 太玩笑 不好意思 其实市区 如果今天只是研发 在四座阶段 还在研究中 如果说 OK做出来的产品 大家都喜欢 我们就要推广 然后又变成我们市区产业 不以后 你就可以来帮我们做姜糖厨器卖 对不对 对 那边有人在带你 看那边 这个是什么 哥哥 你是哥哥啊 上华里姜糖成功 你要说 你没有说 我爱我嫁给你 我嫁给你